好,最后我们把音试每日音语第三段的内容给它全部结束吧 刚刚第二段,在第一段的时候有讲到那个音不太一样 到第二段又提到音的不同,又延伸到单字也不同 到第三段又更进一步的提出单字之间的不同是在哪里 都是用举例的方式,你就会了解到了 哦,原来音试音语跟美试音语要分辨出来也是蛮复杂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从文章来解读单字 因为它是在对称的结构 这样子比较容易了解 好,我们来看它说啊 Railway Track Railway是铁路的那个Track Track就是铁轨 那么铁路的那个铁轨 这个是美国人讲Railway Track 轨道 好,铁路的轨道,铁轨 可是英国人却讲Meta Meta,Meta就金属 好,金属 美国讲Railway Railway, Railroad, Track 英国人讲Meta 好,那美国人讲A freight car Fread car是货车 It's a goose wagon 但是英国是用Goose Wagon Goose是货物 Wagon就是车子 载货物的车子 在英国讲Goose Wagon 那美国讲Fread car 好,再来 They call the subway Day是指英国人 因为这个作者是美国人 所以讲Day就是他们 那就讲英国人 英国人把这个Subway Subway是地铁 美国人讲Subway是讲地铁 但是英国人却把这个地铁 称它为是Underground Underground就是地下的东西 地下在地下 你看一看 用字差别很大 美国的地铁叫Subway 英国的地铁叫Underground 好,再来 Fly over Fly over is our overpass 在英国的天桥 就是Fly over 所以英国的Fly over 就是我们美国人的overpass 我就是美国嘛 我们的overpass 就是英国的Fly over 天桥在英国叫Fly over 在美国叫overpass Decor an automobile hood A bonnet Day就是英国人 把这个automobile hood 汽车的hood是盖子 那汽车的盖子 我们就称之为引擎盖 英国人把这个引擎盖 称它为是bonnet bonnet 美国人的引擎盖 称为automobile hood 英国人的引擎盖 英国人的引擎盖 确是bonnet 继续 Our car trunk 我们的卡车的后面 车子的后面的后车厢 这个车厢 车子的后面的车厢 我们美国人称它为car trunk 但是英国人是把它称为boot boot to den den就是英国人 所以我们的car trunk 我们称为car trunk的 在英国人却是boot Our home home是喇叭 我们美国人讲的喇叭 在英国就是hunter Hunter 英国人就称它为是hunter 美国人称为home 那就是 这个开车的时候按的喇叭 那后面他的结论出来了 If you went to England Could you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他说 这是一个假想 你看 他是用过去式嘛 好 用过去式 他说啊 如果你到英国去 你能了解这个语言吗? 是吧 美国人到英国去 他还要问你 你听得懂他们讲的语言吗? 因为单字不一样啊 音也不同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玩的 这就是美式英语跟英式英语之间的区别 英不同 单字也不同 你看这个单字写法也不同 那用字也不同 那用字也不同 用的单字也不一样 这真的会造成很多的困扰 好了 那么 家具呢 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补充 那这个补充 就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你看美式的包裹叫package 英式叫puzzle 游箱 没有buzz 英式叫pill bus 卡车叫truck 英英国 英式的叫lorry 公寓apartment 英式的叫flat 电影 movie 英式叫cinema 来回票 叫long trip ticket 英式叫return ticket 办公大楼叫office building 英式叫office block 美式的trash can 垃圾桶 英式叫dust beam 高速公路叫freeway 英式叫motoway 杂货店 美式叫gursery store 英式叫green glasses 你看看 你能了解 英式美语跟美语的英语吗 英式跟美语的英语 真的是很不相同的 好 OK 那么这一篇文章 就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我们初期阅读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那么接下去 会帮同学介绍 难度更高的 终极阅读